炎炎夏日一大早清水公園裡 就滿滿都是人 許多家長帶著孩子一起來戲水 不開心的出遊卻發生意外 女童的額頭上出現一道深深的傷痕 還不斷流著鮮血痛得她當場大哭 讓家長真的好痛心 13號當天台南污水投清水公園 擠滿大小朋友 當時蔡小姐和友人帶著五歲的女兒 一起玩睡時 卻被其他男童的水槍給砸傷 頭部受傷血流如注 還因此縫了兩針 蔡小姐說是把當下 只有其他的熱心家長前來關心 現場不見任何救生員或服務人員 釣魚監視器也沒有看到關鍵畫面 讓他們感到相當無奈 如果說你當下發生一些肢體的碰撞 有需要協助的地方 就麻煩各位馬上跟我們現場的工作人員 做一個反應 由於事發至今 只是聯絡不上當事家長 蔡小姐之後在臉書上PO文 希望有目擊者提供線索 協助他們找到傷人的元凶 目前也已經報案 希望能盡快還給孩子一個公道 繼續李宣華 宣傳報導 立刻下載經理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敬善敬美 敬善敬美 敬善敬美